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冰分娱乐现在开秀 这就是G53在最新一期节目中迎来了第二次队长大秀 还有活舞台的Battle 随着淘汰的进行四肢战队剩下的舞者越来越少 竞争也愈发的激烈 每个舞台都让人不敢松懈 包括四位队长 为了尽可能的给后面的比赛争取优势 四位队长都拿出了各自的努力 王嘉尔无需多言 大秀第一的水准足以可以证明幕后付出 未来感十足的编舞再次体现了他天马行空的风格 张艺兴不但制作了新歌涛涕 为了更好的呈现舞台整体效果 把中心位让给了两位女舞者 把自己融入到了普通舞者的中间 而钟汉良则尝试突破自己学习新的舞种 和舞者们一起通宵排练 而王一博则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主题 把战队的标志黑豹做成了舞蹈中心 构陷了一个黑豹的舞台 凶猛而充满了野生的生命力 可以说是最能够展现战队风貌的一个作品 也更显出心 和其他三个队长大秀不同的是 没有特别深刻的故事性 但是却也因此更加凸显 纯粹舞蹈了魅力 Old School风格反谱归真 不过比起王一博在舞台上的表现 这一期其实舞台下的他更加的让人称道 尤其是四个举动让人欣赏 第一王一博是四位队长能年龄最小的 但是却展现出了沉伟的性格 和应务上的专业 几乎是靠一个人撑起了点评这个环节 点评是最能够让舞者感到受到尊重的 最常听到的炸和帅 其实传递的内容很单薄 听多了感觉很敷衍 舞者今期编排的作品 最渴望的就是细节被注意到内容被理解 王一博总是能够解读出内容 而对于他也不能够完全理解的作品 他也会点出编排的细节 给予肯定 每次夸奖都夸到了点上 不分四支战队 这一点非常棒 也让人看到了热爱和真诚 第二在上一期的水舞台中 一波王炸实现了两连胜 没有一人淘汰 这个成绩放在哪里都是值得骄傲的 但是在赛后 王一博最先提出的却是战队的不足 他认为大家起舞的整齐度和完整度都不好 因为队员主要都是battle型选手 平时基本不考虑起舞的事情 但是既然现在比的是起舞 那就要做好这些 所以才有了黑豹 以及后面活舞台的两个优秀作品 在队员都在胜利许悦当中的时候 能够保持清醒 吸收对手的优点 并且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这才是一位合格队长该有的素质 第三在欲望编排的时候 王一博给战队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那就是最后对于公文包的处理 要有一个前呼后应 这是从演员剧本角度的一个补充 也是舞者看不到的东西 遗憾的是 最后这个想法呈现出来的效果并不好 如果说最后灯光按下去 舞台平静之后 灯光再忽然亮起 而且灯光放大一些 一定能够被注意到 他在评价的时候说了出来 一是主动承担这个责任 因为自己提出了建议 却没有更进到最后 另外也是为了让观众更好地 去理解舞者们的构思 虽然已经过了投票环节 但是却依旧是个非常必要的补充 这一份周全让人欣赏 最后王一博对舞者的尊重 从来都不是嘴上说扯的 而是在一些细节上的注意 在舞台开始的时候 现场总是充斥着各种嘈杂的声音 加油或者是应援 王一博总是面无表情地 用手势提醒现场安静 把注意力放在舞台的作品之上 还有最后淘汰李帅的时候 非常贴心地提醒了李帅 回去之后 一定要尽快地去找医生治疗膝盖 这份关心在意 是真的把每个舞者都放在了心里 台上是爆炸的 街舞少年台下是稳重了一对之掌 在不同的位置做恰当的事情真诚自然 这样的王一博令人欣赏 另外在快乐大本营之上 是不是隔着屏幕 都被王一博和跟杜海涛的 蹲下拉起的画面笑得肚子痛呢 这个画面感太有质感了 满屏的笑脸 钻加了多少人的脸部皱纹 两人的搭档一出来 大家都纷纷大悟 这个力量悬殊实在太明显了 对此心知肚明的杜海涛也是一开口 来看一下 婚前王一博哼后杜海涛 这个调侃的意味在于 两人开始互拉起立的时候 节目组却放了猪八戒 曲天婚的音乐 嗨的一听到这个音乐 王一博就笑得满脸褶皱 眼睛都看不到了 十足的婚前王一博 被婚后杜海涛支配 婚前表情管理失控现场 婚后上下巴也有自己的想法 整个弹幕都被这个笑点给支配着 所有人都带大呼 太为难王一博了 杜海涛跟王一博都饰演情远 这次何必为难自己呢 体格上的悬术 都让王一博根本就拉不动杜海涛 牢牢的就被他支配了 无论上还是下海涛都纹丝不动 这个吨位也是没谁了 除了像王一博自己呢 也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了 奶胶都在颤抖 咬紧牙关努力的样子 真心又好笑又心疼 为了完成任务 不得不努力的两个人 在彼此认真逼笑之后 互相打气鼓励 口中其心喊着 SPADA 来给自己增加力量 可惜的是 王一博 你实在是太高估了自己的体重 看到你在杜海涛的面前 画面对比中 大海涛是搭出了整个两个的王一博 在SPADA力量的加持之下 好不容易两人对蹲起来了 真心不容易 不过起来之后的王一博 都没有站稳 直接扑倒在了杜海涛的怀里 连续三次 真是看得有点小暧昧呢 王一博 你可能不自觉的 就长在了我们的笑点之上了 你笑得满脸褶皱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的样子 嘴巴大开 牙草骨灯露出来的样子 可能会在未来成为粉丝眼中的 嘲笑调侃女的经典表情包 下次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表情惯例 今年的你已经承包了 失控表情惯例的所有画面 无独有偶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王一博被杜海涛支配下 没能完成任务 却跟金子涵小妹妹对拉 却轻松挑战成功 王一博自己惊呆了 难道我自己还不如金子涵吗 是的 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 平淡无奇的惯例少女金子涵 可能都比王一博有利器 看看王一博不可思议的样子 说不定体重都真的不及女生 还是多吃点饭吧小宝 这样子的王一博 活脱脱的一枚笑点制造机 时时刻刻都在撩泼别人的笑穴 一不小心就让你入坑了 原来不同节目中的王一博 不一样的存在 今天你是不是也被 这个搞笑的帅小伙给惹笑了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兵翻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说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